15號黃子教網稍微登任 出席過年特別節目記者會 再度接下主持棒的他們 也讓人好奇會有怎樣的火花 而主持狀況白白重 自金鐘獎後 教哥省救援慘遭網友炮轟 不知道教哥會不會就此停止救援呢 不瞞你說我每天都在台上 十場裡面大概有五場都需要救的 去年也是啊 去年紅白我自己個人秀 下去講了五分鐘的話 只是沒有播出來而已 真的去年我真的清楚你 心存什麼 油記是嗎 心有餘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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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記好像是一種食物嘛 五名 五名 心有餘記是嗎 對不起啊 這個去年的紅白 比金鐘更可怕 我真的一個人下去 他們說 莫名的原因要我下去講五分鐘 所以幾乎每天都會碰到這種事情 我們該做的還是會做的 能當上主持接第一把交椅 這心胸果然不是假的 除此之外 焦哥還願意動用自己的人脈 請大咖藝人來捧場啊 我這幾天都積極在聯絡一些 我的大咖好友 我有非常多好朋友 真的都自己在發出 可以透露一下下嗎 天后累 天后累 天后 對 你最大咖的朋友是誰 我最大咖 焦哥啊 你少來 我們都很想看到合體喔 好不好 對 這樣子 我們希望F4能夠合體 你不要緊張嘛 F4我有想辦法 你加油 焦哥真的很愛亂耶 大家也想看數字的合體啦 非凡運樂台灣報導